有请主持人 赵春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欢迎朋友们走进游杰利亚 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 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感谢杰利亚对于本节目的 独家冠名播出 爱情保卫战 爱要有你才完美 我们还要感谢海伦凯乐远镜 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图类图老师 欢迎他 著名的情感作家 苏琴苏老师 欢迎苏老师 来自于世纪嘉然网的 高级副总裁 游位游老师 欢迎他 今天我们的明星夫妻 是郑海霞夫妇 欢迎他们 好了 先来看第一队情侣嘉宾 碰到的问题 请看 我跟我妹妹 感情一直很好 哪怕说跟我男朋友 出去约会 我都要带着他 那个男孩 真的是个好男孩 他很有责任心 他对我姐照顾的特别好 我跟我的男朋友 我们两个经常不在一起 我回来之后就觉得不对劲 我发现我妹妹背着我 给她发信息 给她聊天 一开始不以为然 但后来知道了 我朋友也在告诉我说 她背着我跟我男朋友 有些面 我觉得可能她俩不合适 他们俩在一起 竟然不快乐 我觉得可能我更适合她一点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不管什么事情 都让着我妹妹 我真的不希望说 连男朋友 是不是都要让她 姐妹的感情 道理有多深 是否可以伸到 连自己的男友 都可以让出呢 来 掌声先请出 这对姐妹 有请 妹妹玄玄 来自安徽 是您学生 姐姐加加 来自北京 是您摩托 来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你是姐姐是吧 对 是亲姐妹 还是表姐妹 表姐妹 你们姐妹 从小关系就很好吗 其实我们小时候 并不认识 因为她是我姑姑的女儿 然后我姑姑 一直生活在安徽那边 我其实小时候 老家是黑龙江 我见过她一次 但当时我还小 可是你这上面 写的资料是北京啊 对 我是家里产生的 一些变故 然后妈妈在北京 我就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就跟着妈妈 一直在北京上学 工作 生活 那什么时候 跟妹妹在一起的呢 两年前 她是要来北京上学 我姑姑那边不放心 说她自己一个人在北京 然后就通过我爸爸这边 就联系到了我 希望说我能照顾一下她吗 之前我们很小的时候见过 但是那个时候 没什么印象 很少见 小时候 在北京读书 表姐对你照顾得好吗 很好 我也不知 从什么时候发现说 表妹跟自己的男朋友 其实之前 她跟我夸过我男朋友 说姐夫对你真好 怎么怎么样 有的时候 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 她会说 姐姐你别那么大的气 其实她也没什么错 一开始我就感觉 可能说 我男朋友对她照顾也挺多的 她有一种感激吧 直到两个月前 我在外地做了一场活动 回到家的时候 就不小心 看她手机一打开锁 就是她跟我男朋友发的信息 她说 姐夫我胃疼 我男朋友敢回来 开点药回家吃 她说你来吧 你来了 我看到你 我就不疼了 你的一些做到的事情 我姐忍受不了你 跟你吵架 可能我姐跟你不合适 我看到信息之后 我很火 我把手机摔到她面前 我问她 这是怎么回事 她刚才我说 姐你别误会 这只不过就开玩笑的 我知道你在外地工作忙 我就 没给你发信息跟你闹 我心情不好 就想给我姐夫 发个信息逗逗她 没别的意思 因为我姐脾气有一点 有时候会比较大 然后他们两个人 最后会起很多争执 那几天天天都在吵 然后我姐夫给我发信息 说哎呀 你怎样要分手 我姐在家里跟我念叨 说受不了了 要分手 我一开始也就是 想调解他们 因为一开始 我看到我姐夫 对我姐很好 我也很替他高兴 后来说 你不要把事情 说小话好不好 他一直在讲 说他在劝我的男朋友 跟我和好 事实呢 两个月前 就同样一次 我在外地做活动 特别可笑 就是我一个好朋友 给我打个话 说 亲爱的 刚刚我看到 你跟你男朋友在西单 我叫你半天 都没理我 不是 我没回去 结果回来 就看他手机说的 可能我姐不适合你 我才适合你 我没有这么说 我是说 你们再这么吵下去 你们两个都会不开心 我觉得你们两个 可能真的不合适 我这么问吧 你跟姐姐的男朋友 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只是默默的喜欢 有好感 就是一种欣赏 我没有说我要去抢我姐的男朋友 你跟姐夫表白过吗 我有暗示 不算表白吧 如果他们两个人分手的话 你会主动追求姐夫吗 我会征求我姐的同意 为什么要征求她的同意呢 因为毕竟是她以前的男朋友 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希望我姐不要生气 然后我想知道那个男孩 我姐夫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 好吧 来问问姐姐吧 我觉得你太可笑了 姐姐你相信你男朋友吗 你认为他们俩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我妹妹可能是单纯的喜欢她 但是我妹妹一直在跟我说 姐夫不可能单纯的只喜欢你一个人 她也喜欢我 她喜欢我脾气好 那你们俩直接在私底下 跟男朋友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到这儿呢 我特好奇 我跟我男朋友 交往两年 到现在出过的事情 不止这一点 也就是说 喜欢你男朋友的 不止你妹妹一个 对 是这意思吧 我就希望说通过这个节目 先把我们三个人关系 先搞清楚了 然后 再把我们 先解决三角关系 对 再处理直线关系 行 接下来我们把家家的男友小莫请上来 来 有请小莫 小莫是一名歌手 来自于广西 是吧 对 你喜欢谁啊 肯定我女朋友 你喜欢她吗 没有 没有 没有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人家 不喜欢人家呢 其实最近两个月时间 玄线跟我发短信啊 我慢慢的也感觉到那个意思了 那你随觉她好咯 我又怕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 闹大了以后 玄线跟我女朋友 感情会破裂 所以 我们在碰这个选题的时候 别想说 看这个像不像三部男人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你没主动吧 没有 那你拒绝了吗 也没有 对着这姑娘 跟她说你对她的感情嘛 群群 其实 从我跟你 还有你姐姐认识到现在 我一直都是把 你当成妹妹一样 因为你姐姐原来对你非常好 我想你叫我一声姐夫的话 所以你姐姐不在的时候 我肯定会像她照顾你一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一点让你误会了 可能我对你有好感 但是真的一直以来 我把你都是当成妹妹一样的 其实我知道 我能踩得到她 我真的是抱得有那么一点希望 但我也知道 她就是我的姐 我从来没有想过 跟我姐去抢东西 我也知道这样很丢人 你来北京 我对你这么好 我只希望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可以吗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男朋友 你明白地跟我说 而且我们在一起了两年了 你这样 不是她要跟你说你会让吗 我不会让 但她干嘛跟你说呀 但她不说背着我更不可以 其实这个事情没到那个地步 你英国女朋友 她性格是那样你知道 她爱捕风捉影的 你不在的时候 玄玄说她身体不舒服 让我去看看她怎么了 我下班了有时间给她买药过去 你平时也对她这么做呀 你非要认死了是玄玄来勾引我 你知道平时都是这样讲 你咬死了讲我怎么跟你解释 解释你也不信 但就是因为那种不正面拒绝她 才让我妹妹误会 你也喜欢她 我怎么这么拒绝呢 玄玄没有跟我很直接地说 你要我怎么跟她说呢 咱们在一起两年 除了平时吃饭的时候 或者咱俩出去约会 会带着我妹妹之外 咱俩也单独在一起过 咱们在一起十天 最起码有四五天都有女孩给你发暧昧信息给你打电话 尤其是在半夜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身边很多有女性的朋友 这个我跟你说过的 因为我性格比较外向的 跟我关系好的女生很多 那只是哥吗 我一跟你解释过了 那为什么有次我刚做完活动回家 晚上十一点多 你接到一个电话 你就冲出去了 接着第二天凌晨回来的 我问你几句 你摔门就走 那个事我们两个也吵过了 我也跟你说过了 我很好一个朋友喝多了 是是女的 我承认 她喝醉了 然后有男生骚扰她 我担心她出事情我就过去了 我出门之前 你就跟我站在那里操操 一直在那里发火 我跟你怎么说都不行 我只能算门走了 那如果说哪天我大半夜 接到一个哥们电话 我跑出去 彻夜未归你会怎么想 她什么话都掖着藏着 不说明白 我有什么就说出来 我希望她能说把话 你觉得她藏了什么 她身边的朋友 我基本上都见过 就唯独那个女哥们 我没见过 那我们就假设 那是她的一个前女朋友 她需要她帮助 可不可以啊 她没跟我说明白 我每次跟你解释的时候 是你自己不听好吧 你不信 我说了真话 你不信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你让我说什么 你非让我说出 你心里面想的那个答案 就是我跟你说有什么 你才相信那是真话 对吧 那好 你让我见一下我就信 如果她没空 马上回老家了 你去了你肯定要吵着好吧 你自己信的你不知道啊 我特烦你这热点 还有什么事啊 她跟一些女孩喝酒 勾肩搭背的 一帮女孩围着她一个 我跟你说呢 那是工作需要 说过很多次了 我得维护客户关系 你的工作是唱歌不是陪酒 我下台以后得维护客户关系的 你知道吗 而且只是玩骰子 喝酒 我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吗 哎 歌手为什么还要 陪客户喝酒 您跟我解释解释 因为会有熟客 熟客的话 就经常会过来听歌嘛 比较熟的朋友 然后下来会说 哎那过来喝一杯吧 他就是抓着这点不放 而且只要他一在北京 他都会老去 在茶岗一样 天天晚上去我上班那里 这些事你过去知道吗 那你怎么看这个 姐夫的行为呢 不能理解 如果你未来的男朋友 半夜三更的时候 也会接到一些电话 是异性打来的 你接受吗 可能接受 我们之前吵架 你不明白是谁错谁对 你就在哄他 告诉他 我姐姐脾气大就这样 我有时候是脾气大 但是我跟他在吵架的时候 我跟你发脾气了吗 你会跟我来的家 你为什么那么怕他呀 不是 应该算是一种尊敬吧 我姐 她在生活很多细节方面 都在照顾我 你们俩感情很深吗 她从来北京开始 我就 只要是出去 她有时间 我无论干什么都会带着她 我还想多问你几句 我不知道行不行 可以 你指的你很小的时候的变故 是指什么 能告诉我吗 父母离异 然后 在很小时候两个都在婚了 我就是要弄清楚说 为什么这么多年 这个两个姊妹之间没有联系 实际上是因为你父亲和你母亲离婚了 因为我家里也是 你家怎么了 跟她一样 也是礼仪 也是礼仪 对 那你们两个人就等于 两年之前一见就特别亲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吗 很多人都说我们长得很像 是有点像 我第一次带她出的时候 我的朋友说 这是你亲妹妹 那长得真像 我其实特别开心 我说 从小就想找一个 要一个妹妹 或者弟弟什么的陪我玩 这我终于有了 好了 看明白了 剩下的时间就给我们的老师们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想问一下 姐姐爱你的男朋友吗 你懂得怎么样才能抓住男人的心吗 说实话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够爱他 我能给他 我所有能给的就可以了 那你跟他在一起 你的幸福的指数在哪里 就在我工作累了 可能从外地接完通告回家 他会 给我做上一桌好吃的 然后说一句 亲爱的 辛苦了 就让我心 从一开始紧绷的状态 一下放松下来了 我觉得跟这样一个男人在一起 其实从一开始就觉得挺幸福的 我从小一个人在外面拼到现在 只有他这样对我 我俩认识的那天 是我喝多了 他把我送回家 不知道在哪里 问到我家的地址 交到我妹妹手里 第二天我接到一末中电话 让我出门一下 我一出来看到是他站在门口 抱着他亲手给我煮的汤 刚好说昨天喝多了 喝点汤 省得头疼 你真厉害 你审得 审出了重要细节 知道他为什么这样 一女孩到酒吧里 喝多了酒 第二天就给送汤的 因为我对他有好感 所以我想 想追他嘛 女嘉宾我想问你一下 这是你第一次恋爱吗 第二次 第一次那个男人 没有给你说一些 问寒问暖的话 第一次是我上学的时候 什么都不懂 妹妹也小 你也小 你父母的意义 有一个男人对你关心 爱护 你因为这只是爱 但是你想不想到 这个男人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说呢 我希望你呢 妹妹永远是亲情 男朋友可以会有很多 其实 我男朋友到底对我妹妹 是怎么样的想法 我心里最起码 有九成的底 我妹妹还小 一直懵懵懂懂的 我就希望说 她能当面拒绝她 不要我妹妹想歪了 只要把这个话 跟我妹妹说清楚了 我跟我妹妹 以后还是好姐妹 这件事呢 其实他们三个人 都是有问题 咱先说姐姐 你把好姐妹 和你的男友放在一起 本来应该是二人世界 结果变成了三人形 很危险 你期望的是 亲情爱情都能拥有 结果你面临的就是 有可能双重失去 一级警报 但这个警报 是你一手造成的 而妹妹呢 我觉得你这么做这事吧 不太道德 你来到北京 依靠的是你姐姐 我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对 是吧 对 但又不能控制自己 对吗 但我没有说 要和我姐妃去抢她 我当然知道 我姐是最重要的 那你为什么 要发那个短信呢 说你来了 我的病就能好 和我姐一起认识了 我姐夫之后 就是我们三人形 真的是我们三个人 一直在一起 就是三个人 你看 姐姐听见没有 你看看 习惯在一起 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你喜欢你姐夫什么 说出一点 最重要的 喜欢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 她人很好 对我姐很好 我觉得 你就是一个小糊涂 你姐是大糊涂 你是小糊涂 最清楚的就是这个 你男朋友 我真的没有说什么 关键是 你跟所有的女人 都没有一个边界感 按时你只吸收 你不反馈 不给人明确的 一个界限说 不要再过来了 我是有女朋友的人 我的这个观点 跟刚才这个 曲老师是有点一样 我觉得三个人 都有问题 然后咱们先说妹妹吧 我觉得其实 你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你一个人飘在北京 一个人独自在外 然后无依无靠 身边只有这么一个亲人 所以刚才姐姐描述了一个 小小的这么一个细节 我非常好奇 也就是说 她的朋友说 在街上说 我看到你跟你的男朋友 在一起了 她会说 怎么可能呢 不是我 我就在当时就在想 说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会让人把你跟你的妹妹搞混 我在观察这两个女孩子 我们两个平时生活中都是中分头发直的 我的好多衣服她都有 没错 我就觉得 你看妹妹的发型 包括服装 包括感觉 甚至是站的这种姿态 一模一样 我就在觉得 其实有些时候 妹妹是不是在故意的去模仿姐姐 我们会不断的去模仿一个我们喜欢的人 或者说模仿一个我们认为更加优秀的人 而你的这个准姐夫 是不是也是一个你模仿和要想要得到的这么一个途径 这其实是一种特别隐喻的一种心理暗示 我觉得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但是我觉得不论怎么样吧 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就说爱情这种东西啊 你千万不要去抢 那么容易被抢到的爱情一定不是好的爱情 说完了妹妹 我再说说姐姐跟这位准姐夫啊 姐姐是特别缺乏安全感 这种缺乏安全感 不简单的是女人的问题 一定是有男人的问题的 然后这个男孩子的很多的这种做法 他没有办法给女孩子一种信任感 我们经常在讲 爱情当中是需要一种感觉来维系 而这种感觉如何能够维系的成功 靠的是信任 一旦这个信任缺失掉之后 这种美好就不复存在了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跟姐姐说两句啊 你今年才23岁 23岁还是一个女孩子 你不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妈妈的角色 在妹妹面前你可能说想要教导妹妹 想要照顾妹妹 在你的男朋友面前你可能更多的想要管住她 我是希望我的妹妹 她不要吃跟我相同的亏 我跟我的男朋友在一起 我希望她更优秀 但是你这种做法 只会让她变得越来越想远离你 每一个年龄阶段 就做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事 这样的话 你才可能更大的程度上 去享受爱情当中的美好 这个桥段太经典了 粗心大意的姐姐 别有用心的妹妹 还有寒寒乎乎的姐夫 这种故事最后都是一种结果 姐姐伤心欲绝选择退出 获得胜利的妹妹 最后成为了昔日的姐姐 终日提心吊胆 战战兢兢 只有我们的姐夫 还是那个姐夫 始终如意 含含糊糊 来者不拒 我奉劝两姐妹一句话 姐妹情深 弥足珍贵 姐夫多多 再换一个 来吧 先跟这个妹妹 说一下 以后你准备跟她 保持什么样的距离和尺度 俊俊 其实一直 我都把你当成妹妹 但是可能我的一些 处理的方式 不太明确 可能让你误会了 然后造成现在什么情况 对不起 那 咱就不在他们中间 再三人行吧 好吗 不要 先请回 谢谢你 请回 来 小伙子站过去吧 如果你们都明白 老师们想让你们做的是什么 你们经过一番 自己的消化之后 可以进行一个表白 但是呢 其实据我所知 你们的家人 对你们这段情感 并不是很认同 对不对 对 我妈当时觉得她比我小 是不是要一直我照顾她 就一直 不同意 嗯 我一直 就怎么说 违背我妈的意愿 一直就 要死要活 就要跟她在一块 直到现在 我刚才在一起 我妈妈还很生气 接下来我要给你听到的是 她母亲的电话 在这个采访当中 她表达了她自己 对你们这段情感的一个看法 来 听一下 男孩子太小 她没有我闺女大 再又 她没有我女儿优秀 我觉得我女儿 找什么样的找不到 非要跟她呢 所以我特别不在 男孩子在一块 我女儿真的见你 我心想是 如果特别见你 我就见见你 她能看到的是 什么样的女孩子 那我也要去看看她 如果她不见我 那你不见我 那见不敢见我 那你还跟我女儿 干什么呀 是不是 我绝对不同意 如果说她愿意跟她 那她永远都被回进人家 嗯 前一段时间 我妈妈好不容易妥协了 说 你还 我再不同意 你都跟她在一起两年了 你带回家让我看看 我跟她说了这件事 她告诉我 说我不去 说因为工作忙 我们家在平谷去 离东芝门 一个半小时路 我妈说 她忙 行 我去北京看她 我妈平时是一个女强人那种 一个人把我拉扯到这么大 她都已经拉下脸了 是要见见她 她没有去 为什么呀 因为一开始 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她妈妈就不是很同意 然后一直 她就很坚决的那种 我也跟阿姨打过电话 然后被骂得挺厉害的 现在不同意见你的去见见吗 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吧 还有生活状态不太 不太满意 我不好意思去见她妈妈 我让你去见我妈妈 我希望你在她面前保险好一点 我妈妈就不会再阻止了 现在我妈妈都已经犯狠话了 我再跟你在一起 她就不认我了 你为什么帮助不答应 就见我妈 不要祈求爱情 当一个女孩子哭得如此伤心的时候 一个真的爱她的男人 能站在那儿无动于衷吗 就是你对她有好感 你都可以给她送一包汤去 她都哭成这样 你都不知道上前 帮她擦拭一下眼泪吗 你爱她吗 自己问问内心 你真的像你所说的 那么清白吗 就是不知道边际吗 好了 哭有什么用啊 认清楚不是更好吗 坚强起来吧 来一起进入 我们今天六十秒 大家 我知道我有点地方 也许因为年纪的问题 还有感情经历的问题 我会做得不好 处理方式有点不当 但是我们一起走了两年时间 经历的东西 除了这些小矛盾以外 还有很多很甜蜜的事情 矛盾都是可以解决的 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谈 我真的不想 不想跟你因为这些问题 吵架 然后终于导致分手 我希望你能 给我个机会 我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以后会 会去为你改变 两年的感情 不管是吵过闹过 我们走到现在这一步 走到今天 我还是爱你的 我相信你不可能 不把我放在心里 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游戏走到下一步 能让我再考虑一下 我想再想一想 来 亮灯吧 姑娘也说不下去了 很难受对不对 来 妹妹陪姐姐回去 好吧 出不出来姐姐自己考虑 你扶着她回去 还是好姐妹 这是最亲的人 来 你也回去吧 自己考虑好 请关门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觉得 这对年轻人 你们看好吗 他们今天在这个现场 会往前走吗 来 请选择 现场有88%的观众 是反对他们在一起的 我想道理很简单 因为在每一个人的观念当中 大家都要求爱情是纯粹的 两个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然后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5 4 3 2 1 请开门 请开门 其实是不太好 处理方式不对 所以才把情况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还是不愿放弃 下场以后 我还是希望能 跟我女朋友好好谈一下 再争取一下 还有跟阿姨道歉 如果你是真爱她 只是你自己所说的 你年轻不知道怎么做 好 改过了 再去找她 祝幸福 谢谢你 请飞 希望那段话是一个最真挚的表白 她知道以后画清界线 如何来分清编辑的话 我相信这女孩也许还会等她 祝她们幸福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恋人 在她们耐情道路上 又碰到了怎样的感觉 我和她是两年前 在工作中认识的 她之前一直都特别的包容我 前不久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在北京可以买房子 可是她就特别的坚决就不买 我觉得买房这个事情 还是趁考虑一些 没有必要太早买 尤其像我现在二十多岁的男孩 想要去追求东西还有很多 或者说想要去学习东西 跟经历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不想太早的就把房子买了 就结婚 我就觉得两个人感情 就不像以前的那么有感觉 好像心里都没有我 就是因为房子这个事情 我们老人起分歧 我就觉得她现在 有点不太理解我 不太懂我 如果她肯买的话 我愿意一生一世 跟她在一起 如果她不买的话 我就两个人恩断一决 然后就分手 你不在北京买房 我们的感情就就此结束 一套房子和情感之间的天平 难道就要这样选吗 接下来掌声请出 这对年轻人来 掌声有请 男女人公原子 来自于三七 今年二十四岁纪录 后期制作 女女人公军军 来自于北京二十二岁 她的职业是电脑编程 来 有请 欢迎 后期制作 同行 类似 你是做动漫的 还是做电视的 都会有做 有一些像微电影之类 都会有做 微电影也有做 好厉害 二十二岁 你们谈恋爱有两年是吗 对 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 编导有告诉我说 你好像不久前参加了一个 相亲节目 对 为什么呀 今年过完年回来以后 我们俩也是因为 房子这个问题 开始争吵 后来就决定分手了 然后偶然一次 我也是看电视 相亲节目我看到她 但是你知道 看了以后 我心里头特别的难受 特别不舒服 我觉得我还是 特别在乎她的 然后我就认怂了 我给她打电话 别说认怂啊 爱情的力量 怎么叫认怂呢 是吧 那你当时在节目里 牵手了吗 没有 因为没有合适的能嘉宾 而且心里就一直 还是有她的影子 他们跟我介绍 这个题的时候 说你们俩都是富二代 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 不像那个上边说的 家庭条件还不错 都还可以 因为我们两个家 都是属于经商类的 跟他们聊天 我为什么说 其实那种出不定想特别好 山西祖传的醋业 超市里都有卖的 北京 父亲还是母亲做房地产的呀 父亲 这俩算有钱人家的孩子 你看不出这两个孩子 特别张扬吗 我这么问吧 三四百万的房子 你们家掏得起吗 掏是肯定能掏得起 但是我得看在哪儿了 什么意思呀 我打的内心 我是不太愿意 在北京买房子的 最嫌房价高 还是不愿意 长期在北京居住 首先虽然是我 现在在北京生活 在北京工作 但是说实话 北京压力很大的 生活节奏太快 而且北京的人特别多 每天上班 全部都是地铁 特别烦 我是特别怕烦的一个人 你现在坐地铁上班啊 对啊 很早很早之前 大概 2005年 2006年那样走 一分钱 没有跟家里头要过 好 我全然靠自己 独子吧 独子 以后那个产业 谁继承啊 那算祖产 对不对 是 我推测你的父母 是不是挺希望 你回山西去 把祖产给继承下来 吃家去我就这样 所以你那个所谓的买房 实际是逼他 做一个选择 是吧 是留北京 还是回山西是吧 对 他要 就回山西了 你怎么办 分手 我会考虑的 你家里人 见过他吗 最近见过 怎么样啊 对他的印象 这件事 比较棘手 不好处理 什么叫 比较棘手 不好处理呢 因为就是 家里开始 特别反对 不是在一个城市里面 就会有距离 真的不就在 一个城市里吗 可是他要回山西 那你跟他回去呗 我家里 不会同意的 等于你的家庭 就要求在北京 是吧 对 爱他吗 很爱 那就留北京呗 但是 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如果 带他回去的话 我在家那边的话 给到他的生活 肯定也不会赐予北京 因为毕竟 我爸跟我妈 是特别通情达理的人 他不会受一点委屈 受一点罪 你爱他吗 爱是一部分 但是生活上的依赖 也很多 你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 对吧 对 不管爱得多深 都可以放弃 爱是有原则的 你的原则就是 他必须迁就你 不是 那是 只是在这件事上 今天你妈妈来了 是吧 来了 来我们把这个 君君的妈妈请上来 来有请 这是妈妈 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站这儿吧大姐 你好 您是他母亲啊 是的 您今年四 四十五 真看不出来啊 真年轻啊 这个小伙子 你们家人认可吗 我坦白的说 他人是挺好的 但是两个人 就是说以后在哪发展的问题 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 因为那个君君吧 从小呢 没离开过我 一直都是我带的 我们也有自己的底线 就是必须得是要在北京发展 为什么一定是北京发展 就是留在自己身边嘛 我照顾他方便一些 他父亲也是这个意见 对 家里面都是这个意见 我跟阿姨也有聊过 其实阿姨刚开始的时候 是特别反对我们在一起的 因为毕竟就是 我来解释一下哈 刚开始他们两个交往吧 我是极力的反对 想找一个我们这边的人 我跟他中间呢 有一段时间闹得也很不好 孩子回来呢 也是每天呢 愁眉苦脸吧 不高兴 慢慢的呢 通过一些事情吧 我也发现 他对君君呢 照顾呢 很多方面吧 比我做的还好 挺细致的 那不挺好的吗 是 我呢 也就是没嘴上说 但是默认 默认这件事情 后来一个呢 我们也仔细的 又琢磨了一下这件事 毕竟是看在他们两个 还是比较要好的 这个情况上吧 房子我们可以解决 但是南方必须要在北京发展 这是我们底线吧 要是他们俩都去了欧洲 或者其他国家发展 行吗 还是不愿意 好的 谢谢您 来 请回 你母亲刚才说到一个细节 说她对你的照顾 比你母亲对你的照顾都细 是吧 对 她是怎么细致照顾你的姑娘 您给我说一个细节 就是我 因为是马马虎虎那种人 然后经常丢东西 我一般丢东西 然后就找她 然后呢 肯定是她帮我受点 如果不是她 我肯定会发脾气 其实她本来就是一个 不会 不是很会表达的一个女孩 但跟她这个年龄段的女孩 相比 我觉得我很幸福 因为现在很多小女孩 都特别势力 张口闭口就是 给我买这个买那个 有一次 也是我们俩一起逛街嘛 因为我毕竟现在比较独立嘛 然后不会有很多钱 送给她什么奢侈品这些的 我送了她一块 实卧实的表 然后因为她身边的一些姐妹 都是会带一些很昂贵的名表啊 或怎么样 她就特别天真的 然后跑过去就说 看这是我男朋友送的 她从来不会在乎 就是说 我带的是一块很便宜的表 然后会感觉性和不舒服 她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相反她觉得她这样很开心 那你叫什么劲呢 低头不就完了吗 这么好的姑娘 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嘛 你找一个在乎物质的 也许就说跟你回也就跟你回了 我们家其实特别宠 真的跟他们家是一样的 因为也是独子嘛 就是说 说白了 刚才那个属于倒插门 就是可能架头接受不了 看你们五个人有什么高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直摇头啊 怎么办啊 我觉得男孩 如果说你这个都理不清的话 都下不了决心 那你还谈什么恋爱啊 但是我觉得男孩 你既然爱她的话 我个人理解为 就是有娶有舍吧 男方跟女方很适合 很好的一对 给男方一个建议 在北京设个办事处 两边跑 家里边的事业兼顾了 北京地方的生活了 女方可以在北京 女方我也很理解 女方不愿意去山西 确实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所谓的富二代 就比较宽裕的这第二代呢 其实他们在追求爱情幸福的时候 一定要把三样东西摆清楚了 第一家族的理念 第二个人的发展 第三才是爱情 首先你们先闷心自问 你们两个足够不足够的 自由和独立 这是一个前提 如果你们旅顺了 是足够的自由人的话 男孩我可能要问你 你到底爱不爱这个女孩 同样女孩你离得开 离不开这个男孩 男孩我从你的两种表现上 我对你是否爱他产生了怀疑 第一你们俩分开那段时间 你没有跟他联系 只是在他上了这个交友栏目的时候 你我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 你跟他联系了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感觉 特别奇怪 然后突然间我又有一天 不行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所以说第一个时间给他打了电话 买房与否只是要你一个态度 其实买房这件事情 在于你来说并不是那么困难 但是你连这个态度都不明确的话 我就会比较怀疑 你力所能及之事 你不去做 你是否足够的爱这个女孩 我觉得我们俩毕竟现在 世界刚起步 都还很年轻 我们才二十多一点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两个人感情只有两年 我觉得需要更长的时间 来巩固我们的爱情 我听懂了 我不知道女孩听懂了没有 你们的爱才两年 还不足以 他确认对你的爱是能长久的 其实我特别同意 刚才邱老师说的 说这个房子只是一个借口 这个男孩子反反复复 在强调说 如果说这个房子买的话 我支付不起这个钱 要靠我的父母去支付 其实是不是觉得说 如果娶了这个女孩子 家里不一定会答应 这个不是 爸妈对我的感情 还是很看重的 因为毕竟都是独生子女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好 因为我私下也跟妈妈有聊天 然后妈妈一直就说 不管你以后找到什么样的 哪怕它是要饭的 只要你喜欢 我们都会支持你 那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观点的话 我倒觉得这说明 真的是爱得不够 而且是你对这个婚姻 真的是没有考虑清楚 所以刚才这个问到底 说哎呀 这段恋爱才谈了两年 然后感情还不结实 但是我们经常做一些 这种婚恋的建议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 如果一段恋爱谈两年 她还不打算跟你结婚的话 那两年之后 她愿意跟你结婚的 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 因为激情期越来越淡了 然后这感情 也就不像之前那么甜蜜了 如果这个时候 再出现一个 更加有吸引力的人的话 她有可能就会说 我们之间没有爱情了 所以刚才这个女孩子 一直想要死死地 把这个房子 包括这个婚姻 给攥到手 我觉得是她内心当中 已经意识到 这种有点不安全感的 这种感觉了 不喜欢北京这个城市 是一个借口 只要喜欢上一个城市当中的人 就会爱无疾无 喜欢这样的环境 说什么家族产业 这也是借口 可以让职业经理人 来打造管理 双方的父母 要求你们留在自己的身边 这也是一个借口 刚才已经说了 都很年轻 完全可以 双方都接到一起来对待 至于房子就更不是借口 完全有经济能力 可以支付 而真正的原因在于什么 在于不确定 我就这一辈子 在北京待着了吗 我现在还没适应 我就要跟这个大小姐 在一块了吗 我不甘心 但我爱她吗 我相信你爱 所以说一个 不知道目的地的司机 你不可能让她踩下刹车 因为她不知道 要到哪 最近热播的这个电视剧 《北京青年》 何东在结婚证 就要盖章的最后那一刹那 把结婚证抽出来 说我不结了 不结不是因为我不爱你 而是因为我觉得 这些年来 在父母们的安排之下 过日子 我度日如年 我要重走一回青春路 还好你还没到那一刹那 跟他在快结婚的时候 再做出另一番打算 所以如果你现在 没有想清楚 就暂时不要做下论断 柏拉图问他的老师 苏格拉底说 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说 你到外田当中去 找一颗最好的麦穗骨 结果柏拉图 从早上跑到晚上 空手而回 他说 总是觉得前面还有更好 苏格拉底说 这就是爱情 爱情是一种理想 所以更容易错过 柏拉图又问他 老师说 什么是婚姻呢 苏格拉底说 你到树林当中 去找一棵树回来 让它最适合做圣诞树 但是记住 只能采一指 结果到了后半夜的时候 柏拉图找了一棵树回来 苏格拉底说 这树是你认为 最适合做圣诞树的树吗 柏拉图说 还可以吧 还行 但只是时间不多了 我体力也不行了 所以我就摘了一棵树回来 还算不错的 苏格拉底说 这就是婚姻 婚姻是什么 婚姻是理性 是综合判断 妥协最后出来的结果 所以说现在 是不是到了你综合判断 综合妥协的时候 你是不是认为 24岁之后 还有大好的青春时光 还有很多时间 让我去磨合 有没有一个更适合的他 有没有一个更适合我的城市 如果你没有想好 就不要踩下刹车 如果你想好了 你就综合考虑一下 这个刹车到底怎么才能 所以说这个时候 在女方面前表现出一种 我真的不确定 我真的不知道 我到底是不是要 跟你在一起过一辈子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不是要在 北京继续待下去 你就直白地说出来 不要左顾掩用其他 什么主产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那就变得虚伪了 问题掰开了 揉碎了 才更好解决 就这样 你打算什么时候嫁人 有规划吗 最多两年吧 二十四岁要把自己嫁出去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妻啊 三十岁左右 那你们俩这个 对婚姻的设计的差距性 还挺大的 有一些 对 所以老师们其实已经给你们做了 最深入的分析了 真的要步入婚姻的时候 需要很大的勇气 要想清楚 事我们都分析完了 但是怎么可能让两个年轻人 在那么快的时间 就高速地做出一个决定呢 想清楚 很坦诚地 把你所有独立思考的结果 在下面的时间 不用虚词地 表白给他 好吗 来一起进入 黄金六十秒 你是女孩子吗 我们今天给你优先表白的权利 实际 我想再给他争取一点时间 好吗 我想听他先说 你先说吧 我一会儿的决定 肯定是去 你别要面 面子不重要 这个时候幸福是最重要 来 你先说姑娘 再给他点时间 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毕竟咱们就是 也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然后两个人还都感觉 彼此挺合适的 希望你还是好好想一下 而且刚才听了老师的意见 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而且现在咱们还都年轻 可能以后的路还很长 然后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两年的时间 经历了很多 有过争吵 有过分手 但我们最后还是在一起了 我一直都特别在乎你 但是 由于压力的问题 因为 我觉得我可能现在身上的蛋子 好像都是家 我们双方的家人 我希望能够理解 但是 刚才听过老师的意见以后 我希望我能够 在爱情保育站这个节目 向你承诺 好 时间到 请亮灯 不要因为大家的压力 而促使你做一个 不理性的 非自愿的 情愿的一个决定 回吧两位 回吧 加油啊两位 来请关门 真的心里挺纠结的 又挺希望他们俩好 来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觉得他们适合在一起吗 你们认为他们订婚的可能性大呢 还是分手的可能性大 来各位请选择 现场的这个投票 其实投的也挺纠结的 有十个百分点的差距 反对的是百分之五十五 赞同的是百分之四十五 还得听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呀 来 一起数五个数 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不分手啊 这是咱们从今天开始要以结婚为目的的认定交往了 对我刚才我打断你 是规则就一分钟 你有一个承诺 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一会儿我想听 我们先把我们的两位可爱的小朋友请上来 来有请我们的小朋友 谢谢你把那个戒指给那个叔叔好不好 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 也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世 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钻戒 高兴吗 挺激动的 他怎么一点都不乐啊 因为我不希望今天 然后他给我带钻戒 还有订婚 还想看他以后态度 如果他很符合我想的那样 我们还会再回到舞台 来重新把这个过程走一遍 行 尊重你们的所有选择 谢谢 礼物拿给我 请各位老师见证 所有的观众见证 我们帮你们把这套东西封存起来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我们就欢迎你 但是我提一个附加条件 如果你们俩分手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俩在这个舞台上 把分手的原因告诉大家是为什么 可以吗 可以 那好 契约达成 刚才我说有一个承诺 其实因为我确实很爱他 我可以为了他两个城市来回跑 我们可以在山西买套房子 可以在北京买套房子 这样我觉得岂不是两千奇美 手牵着手走吧 谢谢老师 谢谢 祝你们幸福 我觉得他们挺认真的 对生活特别认真 来 编导 把这个封存起来 我看看他们什么时候来 要这个仪式 这个节目绝对不因为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希望 就要求我们的嘉宾朋友做什么 因为生活是他们自己的 所有生活的选择都是他们自己的 我们所有老师给到的 只是他们不同的思考角度 和不同的思考方向 希望老师们给的这些建议 在生活当中可以切实地帮到他们 我记下了这个承诺 我在等待着一个 这个现场补办的订婚礼 祝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对生活有责任的人 都可以获得属于他们的幸福 接下来看今天最后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又碰到了一回事 我们两个是在网上认识的 当时一聊感觉也特别好 因为那个本身又都是山东人 他说他让我去北京去找他 然后我就不顾家里人的一些反对 来到了北京 感觉都挺好 然后你俩人就一块生活 后来我发现不对劲了 和朋友见面的时候 他都不介绍我 我是他的女朋友 他是不是在家里边 或者什么还有个女朋友啊 晚上回来会翻我手机 然后看我每天通话记录 还有短信 我一直以来对你那么好 我到底是你的女朋友 还是你的保姆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有人想不清楚 有人却稀里糊涂的 要一个名分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 这对嘉宾朋友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工小财来自山东 今年三十岁 他的职业是经纪人 女主人工小贞 也是来自山东 今年二十三岁 他的职业是一名群演 来邀请邀请两位 艺人经纪是吧 对 带什么艺人 一开始是群演来的 现在带三线二线吧 带几名了 有几个关系比较好的 那个会帮他们跑一跑 你比他小七岁 哪年跑到北京呢 一零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通过网上聊的 他说他是做那个演员经纪的 正好呢 我也对演艺这方面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们就两个人聊得特别的投缘 我在家里边也工作的嘛 在一个美容院里边 因为当时和那个同事闹矛盾 然后打了架 然后就被那个经理给开除了 所以当时我心里边挺郁闷 烦子都快疯掉了 然后我就上网 向他诉苦 他说你也别太伤心 然后你要不然你来北京吧 我可以帮到你 你就来北京了 我就撒谎给家里边人说 我去济南 然后投背我一个玩得很好的小学同学 然后请你们放心 我就投来到北京 然后他帮我找一些就是拍戏啊 然后也 就原他一个梦想吗 可是他普通话说的都不利索呀 你看了他长什么样了吗 我没有视频过 你也看了他的形象 也听了他的这个语言了 你还跟他忽悠人家说到北京来做演员 你就这么欺骗小姑娘呢 不是说忽悠网上聊着大半年日久生情吗 这么说吧 他那会来投奔你是投奔这个梦想来了 还是投奔男朋友来了 两者都有吧 后来什么时候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呢 半年多吧 然后说出的比较好 然后那个是我先说的 我说你觉得我人怎么样 然后他说还行吧 然后那个我说我对你印象也特别好 然后那个不能说意见钟情吧 然后也差不多 然后这么的说明白 我感觉他还是挺好的 你在小片里说他出去不给你介绍是吧 对 就是在一些朋友面前从来就没介绍 这是我的女朋友 他怎么说 他就和他就带着我 然后和他朋友吃饭 然后他就也不说什么 不介绍啊 我觉得不用每次都介绍 然后对吧 然后其实每次都 你介绍过吗 有介绍过 没有介绍过 什么时候觉得不对劲了 觉得这个人 我给他发的那信息啊 就多么关心他的那些话呀 他给我删了 别的女孩子的信息他都不删 你把我都给删了 我看完了 没有我觉得没有运动打信 我不管是谁的 然后我都会删掉 因为那个 毕竟手机的容量也是有限的 这也是小事呢 特别让人气费呢 就是我过年回家 也不带我和他一起回去 我们都这样了 然后你不把我带回家过年 我也回不了我们家 你为什么回不了你们家呀 因为他当时 因为当时我是偷着来的 偷得出来的 我一直骗我妈妈说在济南 这可不好 为了他我辜负了我爸爸妈妈 然后他却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 就我这么两年多的感情 为他到最后两个名分也没有 要什么名分 比如他给他们家人啊 表明哈我在外面 我已经谈到女朋友了 也得给他家人介绍我一下嘛 就要这个 简单 来 小孩的母亲今天来了是吧 来 有请 你给介绍一下小伙子 这是我妈妈 然后那个 这是那个 我跟你那个电话里边说过 然后那谁 那个小珍 小珍 你怎么不说 我是你女朋友啊 先叫阿姨 阿姨你好 自己介绍一下吧 阿姨你好 我是她的女朋友 你是她女朋友 我讲听说 你刚听说啊 才听说这两天 我才赶到北京 两天赶到北京了 那她在老家有女朋友 来老家有朋友 有女朋友 有介绍过 有介绍了 没言语 你让开 我我跟你母亲待一会儿 你到我那儿去 阿姨好啊 儿子这两天 才告诉你小珍的事 才告诉妹 她怎么说的呀 她这么说的 我一来到我也看不中 我看到有敌又改了 对她是光发火 你没看上 嗯 我没看上 阿姨你既然 今天这样说我 然后 我感觉你儿子还挺不好的 我感觉她配不上我 直爽啊 这姑娘是吧 咱们山东妮子都这样吗 都比较倦了 都这样啊 阿姨我看您 说我这不好 那儿我感觉 您事也挺多的 这样吧 您下去休息吧 谢谢你啊 阿姨 我送一下 笑着 傻呀你 不是我就是怕 到以后 万一回到他们家里边 他妈妈这样 我感觉很难相处 你现在不争取的话 你还有以后吗 你不把今天做好 你怎么可能会有明天呢 这是最基本的 你还不成熟 你还需要成长 你还需要历练 对家长的说话的话 你真的 你应该积极地争取 打动于老人 让老人投你一票 小珍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知道该怎么说了 现在阿姨在的 把阿姨再请上来吧 你去请去吧 你去跟阿姨说去吧 我跟你男朋友聊两句 你喜欢他什么呀兄弟 比较实在 你是十心十意个人好吗 心里有他 对对 是因为他在家里 能帮你 打理很多家务事是吧 因为两个人吧 肯定不能说 两个都是事业型的 然后肯定要有一个 就是往外边一个 那个照顾家里的 我就因为我和你儿子 之前老吵架 然后我就 审开爸 然后你那么不认可我 所以我今天 对你的态度 我感觉我太不懂事了 男人不对你 多原谅你 多担担你 回去吧 阿姨都这么说了 我问你 喜欢吗 那你我不喜欢 他俩愿意 咱不喜欢静大 还是不喜欢 跟那家里 有房有车的比呢 那有房有车的呢 日子没相中 我相中了 您相中了 儿子没相中 日子没相中 你儿子不是特花心的那种人 日子不好思 好好思啊 阿姨 坐公交车 那你还认不认识人家 都是你的丑人家 还跟人家主动 人家说话 您这媳妇好 实在 我那什么 我送您下去 你们俩聊会儿吧 这个节目做不了了 我接着再问好吗 如果你嫁给他 不再做这一行了 你还嫁他吗 比如说你嫁给他之后 你的主要工作 就是在家里头 洗衣做饭 帮他这个打理生活 你还嫁吗 我得考虑一下 好好好 你还要考虑一下 第二个问题啊 干了两年群演了 是吧 未来想做什么呀 就是 能圆一下我的演员梦想吗 就是也不是 我从外面想过 做什么很大的明星啊 或什么 主要就是 我能够上台 然后把我 内心喜欢的东西 表现出来 好吧 两个问题也是 你是喜欢他 还是喜欢他 能持家 喜欢他 同时才能持家就好了 第二个问题 你作为一个经纪人 从你专业的角度 来判断的话 你建议他 继续往前走吗 说实话 这个我一直在下边 跟他说 然后那个 平时跟他交流 直接告诉我就行 我觉得不太适合 OK 老师们看 已经看到了很多的问题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啊 我发现一个细节 男孩一直在笑 女孩一直在哭丧着脸 其实这完全表明了 你们在爱情当中的地位 是严重的不对等 男孩 请你收起 你那个油腔 滑架 嬉皮笑脸 找活那种劲 我请你严肃 对待你们的爱情 好吗 其实我最主要的话 是和女孩来说的 你们爱情的 其实点是非常薄弱的 你还不了解 你眼前这个男人 你就全身心地 去投靠他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 爱情不是弱势的关怀 而是强势的吸引 祈求来的是怜悯 吸引来的才是真爱 你好好想想你自己 口口声声要名分 但是我告诉你 名分不是要回来的 名分留不住男人的心 你找他 或者说爱他的诉求点 并不单纯 我希望你能够自强自立 这样才能找到自尊 而我觉得 找到自尊 就从离开他开始 刚才这个 薛老师说了 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 不对等 为什么会不对等 因为这个女孩 她太不珍惜自己了 你这么一如花似玉的 大姑娘 妙龄少女 干嘛把自己降格 成一老妈子 每天在干保姆 干的事情 你的对她的这种意义来讲 是没有丝毫含金量的 你说我每天给你洗衣服 给你做饭 给你打理生活 这个她只要随便花点钱 然后随便就能雇一个 比你还尽职尽责的保姆 而且姑娘 我问你一句 因为我们都知道 做群众演员 这个行业收入是不太稳定的 你的很大的一种 经济上的来源 是要靠她吧 也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就更不对等了 这个男生可能从内心当中 他就是轻视你的 我们往往就是这样 我特别值得炫耀的东西 我会天天拿出去告诉别人 这是我的 特别好 但是我有了一样东西 我觉得他不是特别让我有面子 我会希望他藏起来 我会希望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 而你呢就是成了后者 其实有很多时候 这个局是你自己跳进去的 你把自己无限度的放低 放到最低点之后 连这个男人都开始不注重你了 女孩子一定要有自己的自信和自尊 而自信和自尊 最重要的来源是什么 先要自立 小珍是吧 你说你把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交到一个男人手里 本来就是够冒险的事 你还投的那么心甘情愿 还要把自己的梦想都交给对方手上 你傻呀 但是我没有想那么多 那我就挺信赖他的 你不想这个想什么呢 你脑子都在干什么 你口口声声说你受到了伤害 其实你也不单纯啊 你把梦想跟恋爱捆绑在一块 那结果呢 偷击不成十八米八 各位老师都说了 自尊最重要 第二要自强 第三要自信 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安分日子 从头开始 小韩笑得很灿烂 一颗阴暗的心 永远拖不起一张灿烂的笑脸 又猎物上钩的时候 我多干脆啊 一年不到 只身投往北京 就上门了 要跟你分 我就不搭理你 回家去我也不搭理你 你病了我也不搭理你 够觉醒的吧 是的 特别的觉醒 就连甩都甩得这么漂亮 甩我都不亲口跟你说拜拜 让你自己毁了你自个儿 所以说你们两人之间 我没什么好说的 趁早拜拜 各奔前程 对 其实我有很多的疑惑 在我的推理里 你是拿一份工作 把它骗到什么 至少你利用了一个女孩子的梦想 你非要什么认为的话 那我无话好说 不不不 我们就 我们只讲客观事实 外人看到的客观事实 确实是这样 我让你特别明确一件事情 特别明确一件事情 如果你娶她的话 你为什么而娶她 她身上的什么特质吸引人 善良比较简单 善良和简单 不是能用来欺辱的东西 小子你记住了 我特别同意老师们说的那个 您太不自重了 这段话也说给电视机前的很多年轻女孩 如果因为所谓的一个梦想而投靠一个人 这件事就压根不能做 一个真的有责任心的经纪人请问 一个演艺经纪 你告诉我 你当时觉得他能演什么角色 简单的有台词的话 应该还可以 他说有台词 农村系可以 对 而且山东系 他的路多宽啊 你就这么骗人家吗 这个不厚道 好好的学习吧 这个不是打击你和不尊重你 我知道 刚才老师对我说 我也领悟到自己了 演艺啊什么的 根本就是只不过一个梦想 然后就是见识一下 看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再去上这个圈里边钻 好 接着我问你 你喜欢这个男人什么 如果这个男人是被你说的一无是处 天天欺负你一个男人 你怎么会跟他待那么久呢 唯一的解释是说 你不能自立 你自断了后路 家回不去了 所以你只能依靠他 是吗 我就想要 是还是不是 是的 好 如果现在有一个男人 你觉得他在跟你整个的交往过程当中 有欺骗过你吗 欺骗我 但一些事情都可以理解吧 听明白了吧 小子 善良不是用来欺负的啊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每人六十秒的时间 希望你能坦诚 真实一点 好不好 好 希望你能机智一点 想不好的宁可不说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今天那个 那个咱们俩一块站在这 我是主要想对你说 说野人的话 确实 刚才老师们也说了 我也是一直在跟你说 不太适合 然后 我对你的心 到现在肯定是没有变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 怎么认为的 通过今天的节目和老师也说过 我也知道自己 也干不了什么大事 我也希望我们两个人彼此的努力 然后 让他的父母也认同我 让我的父母也认同他 我们会好好地孝顺父母 今天主要是我就想得到你一个名分 然后你就 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 还是包母 时间到 请亮灯 回去吧 别说 回去 好 通明啊 来 请关门 来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情 是的 看好他们继续往前走的结果吗 来 各位 请选择 80%的现场观众并不看好 反对他们在一起 结果其实我知道 这个门不开 结果已经摆在这儿了 打赌啊 20%赞同的人 恭喜大家 我先把门给你们打开 你们看是不是这个结果 我为什么说他聪明啊 等他出来我还有几个问题 问他 来 我们一起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下来吧 过来 站这儿来 你站在旁边 他挺有生活质分 他挺贼的 他知道家里 娶个什么样的老婆 对他好 我想告诉你的是 请你珍惜 发自内心的至少要尊重人家 不是娶回家里 给你们家生个孩子 在家里伺候人 能让你在外面 你就肆意欺负他 在外面胡来的 记住这话吧 谢谢 你要那样的话 你真对不起 我肯定不会那么做的 希望 希望 今天你母亲来了 别人这事 我不弄得这么 煞有介事 姑娘 你其实挺纯真的 读书读得少 好好读读书吧 把你的未来婆婆给你请上 给你做个主 好吧 来 我们把阿姨请上来 阿姨 把文献来 谢谢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事情是订婚 我们这个订婚啊 跟你那个老家订婚不一样啊 订婚的意思就意味着 从今天开始 他们向全世界的人宣布 他们俩是情侣 他们要以结婚为目的地 往前走了 你这当妈的祝福他们吗 祝福他们 什么时候给人摆喜酒啊 后天吧 您这么幽默的 其实听这句话 我挺高兴的 其实妈妈真的 你都叫什么了 都叫妈妈了 我天 我们看出来 您是一个善良的妈 以后儿媳妇受欺负 您得替她做主 这行吗 我大日子 我找她媳妇这边 谢谢您 请回 这人好点 来吧小朋友 把那个戒指给输出 谢谢 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 提供的套装领盒 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 为本节目嘉宾订婚 提供的钻戒 有一种婚姻关系 就是这样子 黑方很明确地知道 自己要什么 他把她取到 这样的婚姻 也有幸福的例子 但是有一点 一定要善待那个人 你记清楚 像他这样一个女孩子 伤不起 我不会伤害她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 见证那个 神圣而浪漫的时刻 来 哦 肯定会对你好了 我相信你 我们希望早点吃到你们的喜糖 因为农村嘛 三十岁了 估计妈妈也想早抱孙子了 对不对 然后早点带着姑娘回家 跟她的家人说清楚 别那么傻了啊 回去吧 祝幸福 祝幸福 谢谢周围老师 其实今天整个节目下来 心里怪怪的 特别怪 你看到了有理性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在这个舞台上的内敛 含蓄 甚至是拐弯抹角的表达 你又看到了一个质朴的人 面对他人们的爱情到来的时候的 那种 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叫真怒 都不是真的怒 所以我想说 今天的节目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发 我们可以给台上的嘉宾提供的是思路和建议 真的做选择的时候 选择权在他们手里 所有的老师能给到的 只是更宽广的思维和思路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点 希望共同去找寻 大家都想找的那份幸福 接下来是杰利亚爱情保鲜剂的时间 每位嘉宾要给电视机签的观众朋友 一个保鲜剂 从海峡夫妇开始 来 希望夫妻平等 平等才可以长久 希望夫妻和谐 和谐才能美满 我恋爱中的双方在面临困难时 说缺乏寇服的勇气 那其实不是你不够勇敢 而是你不够爱他 所以一场真正的恋爱是双方都要百分百的付出 在爱情当中 无论对方是不是重视你 你要重视自己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自己 别人凭什么爱你 如果善良遇上险恶 谁赢谁输呢 很多人说险恶一定会赢 那我们到底是做恶人还是做善人呢 我们要做恶的善良人 既要通晓恶的阴谋 又要有善良的内心 如此自身可保 在这里又到了感谢时间 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对我们节目一直以来的支持 在这里要感谢杰利亚 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海伦凯乐眼镜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最后要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 所有陪伴和收看 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 再见